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会及第33届夏季奥运会开幕 只剩4天时间了 然而不少奥运场馆还是毛皮状态 处于隔三差五停工慢悠悠搭建中 而法国以环保之名不装空调 让运动员吃素食睡直板床 甚至塞纳河减睡 即便遭到疯狂吐槽也不为所动 这两天 巴黎市市长安纳尼市更是亲自跳进塞纳河 立正花14亿欧100多亿人民币 治理后的水质达到可以游泳的程度 但毕竟是四年一届的全球体育大盛会 随着开幕临近 扬发线似乎并不像网传的那么不靠谱 在时尚审美这块 看细节设计 巴黎奥运会可以说是达到了Next Level 把巴黎圣母院 埃菲尔铁塔 凡尔赛宫等著名景点打造成新式奥运场馆 让LV 爱马仕 上美争抢着赤巨资赞助 各国代表队战袍可圈可点 中国飞翼也会惊喜亮相 这届奥运会都有哪些亮点核心现实 姐妹们跟紧扬的步伐 咱们抢先看 时尚圈VS体育界 奥运宣传造势镜头组 奥运会开幕在即 时尚媒体纷纷邀请奥运冠军运动员力量女性 推出系列时尚大片 来加油助威 Vogworld率先来到巴黎 筹备了一场时尚和经济的梦幻联动 出动将近500人 借由Chanel、Dior、Hermes等知名奢牌 通过走秀表演 回顾法国百年时尚的辉煌时刻 超模机机哈地 以作为这场璀璨秀场的灵感妙思 登上法国版Vogue杂志 2024年7分之6月和刊 他积累张扬 大胆冲刺 合体操运动员 毫不健将同肉血共沸腾 表达不屈不挠的奥林匹克精神 杨注意到 他还同好闺蜜肯斗骑马穿过望多姆广场 将时尚与马术完美结合 昂首英姿氛围感拉满 美国24岁田径短跑运动女将 沙卡丽理查森 登上美版Vogue8月号封面 身高仅155厘米的他 拥有着惊人的爆发力 时常把白米赛场变成另内秀场 中国前跳水世界冠军郭晶晶 登上佳人七月刊封面人物 一席深色绣花旗袍 竟显中式古典美的端庄大气 温婉又充满力量 另一组织深法国街头肆意奔跑 以轻盈之泰展线 昔日奥运健将的萨爽风采 也暗藏着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他想传递两国文化碰撞和身后联系的小心思 而今年 他还将以裁判身份参与奥运赛事 看来霍启刚又要带着三个娃去吃麦当劳了 中国勇队的蝶勇女王 奥运冠军张雨飞 登上时尚八杀八月刊封面 沉慢镜头下的他 浮动水波 轻盈起舞 在自己专业领域拥有无限掌控感 完美的权势宽肩 肌肉和野心 都是女人的勋章 一点小八卦 郭晶晶的公公霍镇停航周亚运会 带着霍启刚和霍启山现身为他加油 往传霍启山追求张雨飞 但张雨飞似乎无意豪蛮 一门心思认真训练 给不熟悉的姐妹介绍一下 26岁的张雨飞 曾被诊断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 但她从未放弃梦想 经历漫长治疗和康复后重返赛场 在东京奥运会拿下两块金牌 创下新的奥运会记录 去年平均四天一场比赛 拿下了23块金牌 每一次阵痴都使她更加坚韧充满力量 这次巴黎 竟待她在夺冠之路上成风破了 拥抱无限可能 还有中国女子橄榄球队的姑娘们 在20年首争奥运会 拿下第七名一名惊人 23年亚运会更是一举夺冠 虽不为大众熟知 但她们带着勇敢 蓄势呆发 必将闪耀在奥运赛场之上 她们的身材或许不够娇小柔美 她们的皮肤或许晒得有黑 她们的颜值或许不够完美 但她们以千字百态的运动时尚感 传递着不被定义的拟性力量之美 也为这届奥运会增添浪漫艺术 看得人心潮澎湃 主办方便深调色大师 史上最时髦奥运会成不起我 除了开头洋提到主办方 法国的骚操作引发质疑 巴黎奥运会对于竞技艺术 似乎有着强烈的自我主张 和独特的审美表达 说人话就是 在颠倒不敢想象的同时 又能看到一些惊喜 塞纳河畔的翻船与皮滑艇 图远IT一直将将AI生成 为了贯彻环保 法国主打杜绝大兴土木 大部分赛事场馆 都会使用现有场地 例如开幕式在塞纳河畔举办 FR铁塔前搞起沙滩排球 以往举办时装周秀的大皇宫 重新粉刷翻修一下 就是基建和跆拳道的比赛场地 新建场馆只有三个 还都是临时搭建 不仅不慢是供应 不愧是法国的松弛感 不过再怎么说 巴黎也是百年时尚之都 在色彩美学和艺术设计上 很能整活儿 奥运会田竞馆的赛道 首次由原本的红蓝为主 换成了深浅相见 可循环利用的紫色橡胶跑道 让人耳目一新 更换颜色不仅是为了 呼应本届奥运会主题色 紫色在电视转播中 也能够更好的凸显运动员的身姿 好似奔跑在普罗旺斯薰衣草田里 并且相对柔和的色调 对观众的眼睛也会更加友好 这样贴心的细节设计真的爱了 杨毅只觉得审美具有共通性 不信你们看这张图赛道 很量是没错 但华流已领先30年 在看攀眼场 大量运用几何线条和蓝 粉 紫色的主色调 时髦精简之余 也能带来缤纷的庆典氛围 主办方顺带把各个运动器械 已染了色 全新配色的器材很是清新 眼镜友好加一 而巴黎市内的自行车道 都被刷成了粉色 搭配糖果色奥运logo 法师浪漫刻在了骨子里 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海报 是由爱马仕长期合作的插画师 物哥加托尼 耗使2000个小时 干出来的赛纳上合图 小声嗶嗶 挺像爱马仕丝巾的 杨最喜欢的设计 是波旁宫前长出了 手臂的彩色维纳斯女神 艺术家Lorenti Purpose 重新诠释了 卢浮宫里的经典雕塑 断臂的维纳斯 古希腊掌管爱与美的神 在本季奥运会残奥会中 拥有了六种运动形态 或独臂 或双臂 练习用标枪 可以打网球 拳击和冲浪意不在话下 夸一句巴黎奥运会 是古希腊掌管运动 时尚审美的神 也不为过 这组雕塑就暂且称 他为维纳斯很忙吧 而巴黎奥运会忙的 还不止他一人 大家看本季奥运会的会晖 以短发女性的脸部形象 致敬法国自由女性标志 玛丽安娜和所有女性运动员 官方透露设计灵感 来自卢浮工油画自由引导 人民里最显眼的女性 法国女神玛丽安娜 有意义的是 1900年巴黎首次举办奥运会 第一次允许女性运动员参赛 2024年巴黎再次举办奥运会 又第一次实现男女运动员人数相等 特别说明 不是养保守 是不打马平台会屏蔽 由于是首个使用女性形象的奥运会 会挥马 中国网友看得很仔细 但看多了总觉得莫名有种熟悉感 人物原型真的不是鲁豫马 游记的东京奥运会是无金隔空参与 如今巴黎奥运会 鲁豫成隐藏版形象大使 嗯 这怎么不算是多了一张东方面孔呢 好笑的是网友玩耿武到本尊面前 鲁豫亲自下场认领 欢迎大家届时收看巴黎有约 是真的 可以信 扯远了 法国女神玛丽安娜不仅衍生了会会 头上戴着的弗里吉亚帽 寓意着对自由的永恒追求 已成为了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吉祥物 富里吉弗里吉 而本季奥运圣火火炬 集合了塞纳和水波纹 由回收钢材制成 在传递中专程来到卢浮宫里的 法国女神玛丽安娜面前挥舞 星火相传的意义不言而语 奥运奖牌来自拿破仑的 御用珠宝将上美设计 从外观到设计理念都很惊艳 融入埃菲尔铁塔修缮过程中 保存下来的金属碎片 切割成六边形宝石状 再服以香槟色光芒 背面是希腊胜利女神 身处手机奥运汇举半地 细节拿捏 而美美奖牌还特意配备了收纳箱 由LVMH集团杂1.51欧拿下高级赞助后 抢先打造的Monogram老花款 在颁奖过程中 会配套LV奖牌棋盘格托盘和复古颁奖礼服 哦 对了 LV还给奥运火炬配备了棋盘格收纳箱 运动员赛后可以唱饮明月香槟 冠军还能享受奥运特别版轩泥试 爱马仕也不甘示弱 成为法国对马术项目赞助商 提供80万一套的马鞍和头盔 挺好 钱都花在了刀把上 各国代表队战袍 俨然运动版国际时装周 奥运会各国代表团的战袍 也是讨论焦点 主办方法国国家队带头开卷 百年运动品牌勒卡克找来了街头潮牌 PGL创始人斯蒂芬·阿什普 为法国队定制了国旗配色的系列参赛队服 不再以蓝白红整体色快货线条 而是采纳渐变与抽象化手法来呈现 法国国旗充满张力 也更适合各项运动 同时致敬了1924年的法国队队服 看起来复古且时尚 清爽又法系 LVMH旗下百年本土品牌Burlty 为法国队设计了价值10万的开幕式礼服 以安伟服为蓝版 选用五叶蓝色羊毛制成 披肩领图纹采用法国国旗的红蓝色调 而这套队服针对女运动员提供无绣版 上面还有香奈儿其下百年自绣工坊的独家手工自绣 英国国家队队服 由Adidas提供 灵感来自于1924年英国运动员的装备 运用了国旗上经典的红白和海军蓝 延续简约运动风 澳大利亚国家队服交给由日本品牌Azix设计 队服保留了澳洲的代表色绿色与金黄色 并加入了原住民的一些图腾樱花 值得一提的是 开幕式礼服的内衬秀上了澳大利亚网界301位奥运冠军的名字 口袋上则秀着奥运选手的誓词 美国国家队的队服来自Well Florian 全式经典摩登的运动风上 开幕式礼服是经典的单排扣身蓝色羊毛外套 带有红白条纹等美国特色细节 内搭条纹牛津衬衫男运动员还配蓝色领带 再配锥型牛仔裤以及绒面隔皮鞋 比穆式礼服更为休闲 美式学院风十足 赛车加客上特意打了美国国旗 美国队辉合运动项目以及代表年份的24补丁 搭配经典POWER衫和白色牛仔裤 再看中国国家队的颁奖服 邀请了张艺谋导演担任创意顾问 传承经典中式版型与留白主色调 恰逢中国龙年 将龙林 龙絮等元素设计与压化纹路 拼接刺绣等传统工艺相结合 设计出了这套冠军龙服 以经典中国红打底 带着东方意境的留白 在壁肩上闻上龙林 五动线条如龙絮 意义力量与灵巧 杨看到有些网友觉得 这款太简单 设计感不足 别光看宣传图不咋形哈 运动员上升效果还是不错的 巴厘奥运会的其他中国元素 这两天中国代表团已经陆续出征 入驻巴厘奥运村 杨注意到孙颖沙袋的是 融合了兵马俑元素的官方行李箱 这款箱体座高级军力用于领甲画纹 上方是有将军勇的领结造型 拉链头则是盾牌形状 轮子也参考了古代战车的车轴 一翼铠甲护体 金色的造型也寄托了多拿金牌的好罩头 由于主办方只提供环保纸板床 咱们用队自己带着床垫去 而乒乓球队 自带按摩床 小道消息说咱妈给配了一栋空调 出征随行的还有四川厨子 食材也是自带 后勤保障必须到位 本届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 采用了中国定制的乒乓球台 球台采用立体感造型设计 黑色台面加粉色线条 加彩虹状曲线底座 还配被自带芯片的可变灯光系统 杠链 举重器械 含芯片的环保运动电等 也采购自中国 哦 对了 吉祥物废弃 80%都外包给了咱们一屋 此外 以非一为方风筝扎制工艺制成的 中国龙花灯 以及预期减纸长卷百年奥运 经典养少彩桃棚花开奥运 也交亮相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展馆 咱就是说 这届巴黎奥运会 没有中国真的很难办 借着本届奥运会 各国齐聚巴黎 除了竞技与荣耀 也是难得的全球审美文化交流 显然 运动不止狂野 也能很美很浪漫 巴黎 这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 即将迎来举世瞩目的奥运盛会 与一晚奥运会紧张有序的筹备氛围不同 巴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似乎多了几分法师悠闲 场馆建设进度缓慢 一些场地甚至还处于毛皮状态 这不禁让人为这场体育盛事捏一把汗 巴黎人似乎对此并不着急 他们依然保持着优雅从容的步伐 将环保理念贯彻到奥运会的方方面面 从空调地使用到运动人的餐饮 再到极简风格的纸板床 巴黎奥运会将绿色环保的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做法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有些离谱 但这也正是巴黎奥运会的独特之处 它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奥运会的固有印象 以一种更加环保 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向世界展示着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巴黎奥运会也并非一味追求节俭 在一些方面 他们依然展现出法国人独到的审美和浪漫情话 场馆设计就汲取了巴黎圣母院 埃菲尔铁塔 凡尔赛宫等著名地标的灵感 将艺术与体育完美融合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而法国的奢侈品牌们也纷纷加入到这场盛事中 LV 爱马仕 上梅等品牌都为奥运会设计了专属产品 将法式优雅与奥运精神完美融合 中国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也将亮相巴黎奥运会 为这场国际盛会增添一抹东方神韵 力求为运动员提供最佳的比赛体验 以此这些比赛服已展现出时尚潮流趋势 运动与时尚的碰撞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时尚圈也掀起了一股奥运热 各大时尚杂志纷纷推出奥运特刊 用独特的视角展现运动员的风采和奥运精神 超模GH一体操运动员的姿态登上Vogue杂志封面 他那健美的肌肉线条和自信的眼神 完美诠释了力量与美的结合 中国跳水女神郭晶晶泽身着深色绣花旗袍 登上佳人七月刊封面 展现出东方女性的优雅与自信 美国田径短袍选手沙卡丽丽查森 中国蝶友女王张宇费等 也都登上了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 他们用运动的魅力征服了世界 也用自信和美丽诠释着新时代女性的风采 巴厘奥运会主办方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独树一致的风格 为了践行环保理念 大部分赛事场馆都设在现有的场地上 开幕式将在赛纳河畔举行 FR铁塔前则被改造成沙滩排球场地 新建的场馆数量虽然不多 但每一个都经过精心设计 充满艺术气息 田径馆的赛道首次采用了紫色橡胶 这不仅与本届奥运会的主题色相呼应 也让运动员在电视转播中的身影更加突出 攀岩场则采用了大胆的几何线条和线艳的色彩 为比赛增添了几分节日氛围 巴黎市内的自行车道也被刷成了浪漫的粉色 搭配上糖果色的奥运会会会 将法式浪漫演绎的淋漓尽致 各国代表队的服装设计也别具匠心 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和时尚理念 法国队的队服由勒卡克和街头潮牌P创始人斯蒂芬阿什普联手设计 以间变和抽象手法呈现法国国旗 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是时尚感 英国队的队服由A提供 设计灵感源自1924年英国运动员的装备 延续了简约经典的风格 澳大利亚队的队服由日本品牌Azix设计 将澳洲的代表色和原住民图腾樱花巧妙融合 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美国队的队服则来自RL 经典摩登的风格中融入了美国特色细节 彰显出大气沉稳的气质 中国代表队的开幕势力浮游张艺谋导演创意指导 融合了龙林龙絮等中国传统工艺 以中国红为底色 意义着力量与灵巧 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巴历奥运会虽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无论是充满创意的场馆设计 还是各国代表队独具特色的服装 都让我们看到了体育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这场奥运盛会必将是一场视觉与精神的双重盛宴 向世界展现全球体育与艺术的交融与碰撞